我本來只是在自己的臉書上抱怨 那沒想到就被報道出來 但我很感謝縣長 就是想要為我吹一口氣到感覺 當事人他其實事情一發生 他知道事情應該弄成這樣 他真的他也應該是不好意思 所以他就先低人失誠 我本來只是在自己的臉書上抱怨 但因為平常自己的臉書也只有自己的朋友會看 但沒想到就被報道出來 但我很感謝縣長為我吹一口氣那種感覺 但是我也覺得幫處長課長說幾句話 希望縣長可以幫他們重新處理 因為他們也其實也很辛苦 要辦這個活動也確實不容易 當然這個當事人他其實事情一發生 他知道事情弄成這樣 他真的他也應該是不好意思 所以他就現在已經低了職誠 那當然職誠現在是在一個次數 還沒有到我這裡來 那後面的後續我想 我們會愛幸福的規定 既然你講話了我想 媒體又報了 那些委員也聽得到 我們會有最妥視的處理 那我一直被講說靠爸爸 但是我好像也沒有 找到什麼實際的好處吧 如果你因為工作而被羞辱的話 你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你有拿錢 但如果你是因為堅持自己的理念 跟經驗而被羞辱的話 你就會覺得很難過 其實那時候真的是找帶一片空白的 所以我也不確定我當時候講了什麼 那時候好像直接他衝出來拉我嘛 所以我就很生氣 當下的部分的話 其實他就是一個誤傳的一個狀況 他有將他收回 但是我想傷害已經造成了 那我想也造成了騎先生不願 在這裡也向騎先生來致歉 在這裡也向騎先生來致歉 第二次